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小时候的洗礼是听主教徒 其实是今天早上的问题 然后他今天听了上十年早上的开始之后 他的问题是既然信仰 上十年讲到有了信仰才会有包容宽容 他说既然宽容在学校的教育中也可以来学习 为什么还需要宗教和信仰 这是我们讨论了非常久的一个问题 我无法说服他 在我们学校里面有宽容的学习 有这个词 在宗教当中也有 但是我觉得在学校里面 比如说从哲学的层面 从文学的层面 它可以讲宽容 但这种宽容 这是一个理论上的宽容 而实际的理论真正结合到 自身上的宽容可能是没有的 比如说我们大乘佛教里面的宽容 通过菩提心来修行 应该用姿态交换 真正把别人的生命的这种价值 放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开始进行修炼 但是我们一般学校里面 只是一个理论学习 当然我们也不要求非要 一定要修宗教 没有这个 如果觉得学校里的宽容已经足够的话 也可以 但是可能理论和学术的有些 只是跟人生当中实地的修制 这两个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一般宗教它有多多少少的修行 所以修行跟我们的理论之间 可能还要去思考 关于理论之间的论度 在理论之间的论度 是实际上的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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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论度 真正的论度 是实际上的论度 你可以互相互相互相对 跟其他人的位置 如果您提供的位置 在论度的方案 你可以读习这种类型的论度 在学校,我们学习的同学,尤其是学习的学习 尤其是学习的学习,尤其是学习的学习 它是学习的学习 而是学习的学习 我认为你会想想 在学习的学习和理学习 现在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很感兴趣 包括一些宗教 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对一些道教或是儒家的传统文化感兴趣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比如说像针灸、中医、气功、太子这些方面来进入到对宗教思想的一个学习和认识 但是如果提到佛教呢 他们就往往就说这就是一个哲学 包括这几天也有法国人提到这个问题 当一提到哲学呢 他觉得好像这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不是特别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它很重要 它也真的很重要 然后他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哲学 它很好 然后就放到一边了 他就不能再继续进入更深的一个认识和了解 然后我个人我是很 我觉得佛教是非常好的 非常的利益大家对我们自己 包括对整个社会 整个环境自然都有很深的一个利益 然后我也是很想让很多法国人就是说来学习认识佛教 因为我觉得像欧洲这边的人 他们的基本生活是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保障 他们有这个条件 同时他们也很多人也希望就是说再找一些物质以外的一种追求寄托 然后我就想有什么方便的方法可以让他们从一个方便的一个点能够进入到佛教对佛教的那个认识和学习 希望上师给我一点启发 谢谢 这个其实有一种切入点有一种方法呢 让很多法国人想学佛法的把他们就召集起来关在一个佛堂里面 我们关上 开玩笑 其实刚开始中国汉地的很多人 原来大概是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他们很多中国当时汉地的人 要么绝对佛教是非常迷信的 很多人痴痴迷病 还有一部人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 我们普通人 凡人没办法接触 但后来他们通过学习 真正懂得了佛教的教义以后 才知道它原来是一个生活化的知识 不是什么高不可判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进一步地了解真正的 并不是佛教的一个仪归 仪式 不是这样的 它的真正的智慧和慈悲的教义 如果我们去学习的话 他们慢慢知道对人生的改变 然后就知道是它的意义 所以有时候可能随远 有时候可能真的通过一种教义 来推的话更适合 有时候还剩下三个人 还剩下三个人 为了解决定 因为我们有时间 因为我们有时间 离开 我会有很好的解决定 我会有很好的解决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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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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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知識佛藝術是非常好處理的, 這是一個知識的我們的生活, 而不是一個祖語, 它是永遠的祖語, 它可以改變我們的生活, 找到我們的生活。 我覺得教育是非常好的解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